《德布希前奏曲》 西风所见的东西 这首曲子其实你如果看到标题 可能你会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样 因为它的标题写的是 西风所见的东西 就是说西风看到的东西 那这个西风其实蛮有趣的 这西风对法国人的感觉 跟对我们中国人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对于西风的感觉 就是很轻柔这样子 带点秋天那种萧瑟的气息 可是对法国人来讲 西风就像台风一样 因为它是从大西洋的 吹拂过来的这个台风 所以德布希他这边所讲的西风 事实上他指的就是狂风 所以你可以听到这首曲子 一开始就是非常狂野 非常暴动的这种感觉 那当然德布希在这首曲子 一开始的术语 他也很明白地告诉你了 他就是要非常激动 而且吵闹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术语的时候 其实你对这首曲子 就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向感 那你在演奏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可能把演奏的 非常的平顺 或者是非常的流畅 这样子 他其实他就是要有点激动 甚至会有点 不安排你出牌那种感觉 那这首曲子 其实也是在第一侧的 十二首曲子当中 难度最高的一首 因为他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技巧 比如说像爬音啊 站音啊 那或者是很快速的这种 双手交叉的八度的这种交错 而且在加上说 你在达成这些技巧之前呢 你必须要把那个旋律给点出来 然后又要很狂乱的那个样子 你让它狂乱 但是你要能控制得住 控制得住速度还有节奏 我觉得这是在这首曲子里面 非常难的地方 因为得不惜 人们开始在太过真实的世界 练习追光主影 八月二十二号起 跟着钢琴名家 向一百五十岁的伟大作曲家 得不惜致敬